乌克兰体育部长3号再次警告 如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获准参加明年的巴黎奥运会 乌克兰将抵制这项体坛盛事 乌克兰奥委会当天在基辅召开公开会议 多名体育界代表发言 表达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获准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不满 乌克兰奥运花样游泳奖牌得主费迪娜表示 战争还没结束 体育不可能超越政治 乌克兰国家基建联合会会长表示 战时以来全国344个体育设施被摧毁 220名的运动员死亡 因此不能妥协 国际奥委会日前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 以中立运动员的身份参加明年的奥运会 乌克兰奥委会虽然没有承诺抵制巴黎奥运会 但是将会在未来的两个月 加大力度游说国际奥委会反对俄罗斯参加